我在大学时代跟几个朋友一起设计了一款手机游戏 当时周围的同学们都评价说这款手机游戏很好玩 然后我们就尝试着说把这款手机游戏进行贩卖 但是下载量完全得不到提高 然后我就会想说如何去宣传独立游戏 这个方面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方面 然后我就查了很多大学院的信息 我就发现利命馆的印象研究科 它有相关的游戏方面的专攻 游戏商业方面的专攻 所以我就进了利命馆大学的印象研究科 我所在的印象研究科 它是有这样一个教育体制 就是对于一个学生会有多个老师进行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研究 如何在社交网络上对独立游戏进行宣传 这个情况下一开始我是自己做了一款游戏 然后把这款游戏进行实践的贩卖 那在做这款游戏的时候就会接受游戏开发方面的老师的指导 在贩卖的时候就可以接受相关的商业方面的宣传推广方面的老师的指导 这种就是多老师多个老师多位老师指导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自己的研究会变得非常的充实 而且体质会很完整 大学院毕业之后我想在日本的游戏公司工作 因为小时候学了英文 现在在日本留学日语也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想利用我自己的语言优势 日语 英语 中文 三国语言 然后把日本的这些比如说游戏 动漫之类的推广到全世界 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一定来留学的话就不要忘记初心 自己到底想要学习什么 想要研究什么 如果自己在心中想得很清楚的话 那如果你来到令命馆的话 许多老师都会给予你帮助支持你的 所以请大家放心